音乐 音乐 准备煮田鸡腊肠煮仔饭 四只田鸡 一条腊肠 另外当然需要一些米 腊肠我打算放一条就够了 不想放太多 你喜欢的可以放多些 没什么所谓的 米250g 另外460g 水 一粒小粒红葱 两粒蒜头 另外要少少葱和芫荽 首先把田鸡洗掉 田鸡 田鸡有机会未拿清内藏 所以检查一下 把田鸡撕走内藏 洗完田鸡之后 把田鸡剥干 接着把田鸡切开 我将田鸡切四件 一只田鸡 你自己喜欢 没什么所谓 田鸡切好 把田鸡切好 这粒小粒 都几大粒 其实半粒都够了 把田鸡放在田鸡上 两粒蒜头 切碎 然后把田鸡放在田鸡上 葱大约四五条 把绿色和白色分开 首先把葱白切碎 然后把葱白放在田鸡上 青色部分切成葱花 然后把葱放开 加少许盐 大约半茶匙 然后加些胡椒 大约一茶匙的糖 少许绍酒 大约一茶匙 大约一茶匙的生抽 大约一茶匙的生抽 另外蚝油 大约两茶匙 大约两茶匙 然后加蒜蒜 大约两茶匙左右 大约两茶匙左右 拌一拌 接着可以把腊肠切片 将腊肠放入田鸡树 都是拌勻 再混入大约半个小时 芽大约两三棵 主要是叶子 剪叶子后找水浸浸泡 如果你有瓦煲 你需要瓦煲 我便用生铁煲 米洗一洗 晾干水 把米放进去 水也放进煲中 搅拌一搅 然后要煮滚 滚了之后用大火煮2分钟 2分钟后 较到最小火 把田鸡平均地放在米上 千万不要堆一堆 否则田鸡很容易不熟 最后不要浪费 最重要是把汁淋起来 然后盖盖用最慢火煮8分钟 8分钟后不要揭开盖 调到最慢火煮多1分钟 够钟 关火 又是不要打开盖 烤多10分钟 10分钟后 搞定 非常之香 然后将葱花灑上 上面 又将芫荽都放在上面 开饭 淋上少许煲仔饭 豉油 首先把饭炒出来 当然要在饭面放些田鸡 腊肠 这一锅饭我一家三口吃 肯定吃得很happy 是不是很想吃 真的很棒 开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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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